好,这个便当文还有案外案哦 有一个媒体叫做力报 他的记者也曾经报道了有便当店巨卖飞牢的事情 而且情节跟董小姐几乎是一模一样 当时也被质疑他造假 结果这个记者为了取信各方 他找来了力报的主管 还有四方报的总编辑 跟便当店的老板来碰头 不过现在这个记者坦言说 便当店的老板根本就是他自己找来的临时演员 他已经被报社给开除了 而被牵扯其中的四方报的总编辑 也决定要请辞负起责任 力报晚间发表道歉声明 说自己旗下的真心记者也po了便当文 没想到这篇po文也是假的 原来董姓女子po文便当店巨卖飞牢 没想到过没多久 力报真心记者也po便当文 内容也是便当店老板拒卖菲律宾劳工 背景情节很雷同 外界质疑造假 真心记者又和四方报总编辑张正 说是要探望便当店老板再让张正背书 证明真有其人其事 现在真心记者坦承 当时所谓的便当店老板 其实是个临时演员 而真心记者也立即遭到报社解职 记者找林彦冒充便当店老板 四方报总编辑张正 22号凌晨在个人脸书发表道歉声明 说自己也被骗了 是他的错 对不起社会大众 而对于真心记者不诚实的行为 他深感抱歉 更像报社同仁表达辞职意愿 不过造假便当文所引起的风波 恐怕已经对台湾形象造成伤害 中间新闻 来见至柳世伟许玉平 台北采访报道